大家好,我是Ru-chan 我是Ru-chan 文章是在我後面 但是今天的影片它不會進來 今天這個影片是要跟大家講 在日本搬家的時候需要辦的手續 還有要注意的事情 我現在已經在雄本的家了 因為都還沒有家具 所以我隨便找了一個白色的牆 就做在這裡錄影片給大家看 在日本搬家我已經搬好幾次了 包括交換留學的時候 還有之前留學 還有工作 就已經搬了好多次家了 這些手續也已經弄習慣了 可是第一次搬家的人應該不會知道 所以我還是拍一個影片 跟大家講解一下 當搬家的時候要做的事情有什麼 第一個 要去郵局交天空居居 因為你從舊的地址換到新的地址了 可是會有很多 比如說你以前加過的俱樂部 還是什麼的會員 他們會持續寄東西到你原來的地址 那也很難一個一個去聯絡嘛 就是為了要避免這種麻煩 所以可以去日本的郵局 寫一個叫做轉居界的東西 上面就是會寫你的名字、電話號碼 幫你的舊住址跟新住址 可以寫是幾月幾號開始變更 就是你搬過去的時間啦 那郵局就會幫你把本來要寄到你的舊地址 然後寫署名給你的東西 幫你轉送到你的新地址去 這一點還蠻重要的 因為這樣子你才不會給之後的住戶添麻煩 第二個要去市議所跟區議所辦資料 如果你住的地方是市的話 就要去市議所 那如果你住的地方是區的話 就要去區議所 因為日本每個市每個區 他們裡面的戶籍系統 好像都是分開管理的 比如說我現在住在A區 那我就要去A區的區議所辦一個轉出 跟他說我現在要離開這個A區了 當你搬家搬到B區的時候 你要在兩個禮拜之內 到B區的區議所那邊去跟他說 你要辦轉入 代表我正式要成為你們這邊的居民了 那除了這個轉入跟轉出的手續 非常重要之外呢 還有國民年金 還有健康保險 這些市議所跟區議所 會一併幫你處理 可是因為日本現在有 買Number的這個卡片 那就蠻方便的 可以帶這張卡去弄 但是現在買Number在日本 還不算推行的很落實 啊我不知道 大家真不知道 日本是沒有身份證的喔 只有駕照或是健保卡 可以證明他們的身份 那就是因為這樣 日本政府才會推行那個買Number 可是因為推行的時候 有很多日本人覺得 這樣是自己的隱私會被出賣 所以並沒有很多人 都很積極的去辦那個卡片啦 這個是現在日本政府要面臨的問題 第三個 水電瓦斯 水電瓦斯的話 房仲應該會給你一個 你要聯絡的地方 像是東京瓦斯之類之類之類 這些都是可以打電話 跟他說你是幾月幾號要停水停電 那水跟電話就打電話就好了 可是瓦斯的話呢 他們一定會要一個瓦斯的人員 來你家這邊看一次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日本人這樣規定 你搬那個新家要開瓦斯的時候 他們也會規定瓦斯那個 要實際上去你家看 這個叫做 Tachi-ai Tachi-ai 最後一個就是搬家啦 讓給大家看一下 我那時候搬家的一些小畫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路將 我今天要搬家 現在時間是12點半 搬家公司說 他們會在12點到2點這段時間來 那這邊的紙箱呢 是我們家全部的行李 桌子 還有放不進去紙箱的東西在那裡 我剛才邊整理邊看阿拉奇的節目 這樣子比較整理的下去 那棉被的話呢 要裝進這種棉被套裡面 這個也是搬家業者提供的 那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聯絡搬家公司要做的事情 首先打給搬家公司之後 你要先跟他說 你大概什麼時候要搬家 要從哪裡搬到哪裡 然後要跟他說 你大概需要幾個紙箱 有大的紙箱跟小的紙箱 講了之後呢 搬家公司會請宅機便的業者 送紙箱過來給你 那另外還要講放我們進去紙箱的東西 例如電視、冰箱、洗衣機之類的 讓他點 這樣子搬家公司算一下之後 就會跟你說大概這樣是多少錢 一開始紙箱送來的時候 其實不只是紙箱啦 他們還有剛才我給你們看的那個棉被套 還有一些防疫稅物品包裝的報紙之類的 我覺得算是蠻齊全的啦 那我們現在就等搬家公司來 剛才搬家業者幫我解體沙發 就發現裡面跑出來很多新的東西 橘色衣服這個部下 黑色衣服那個是上司 那個上司的黏食箱好快喔 這麼會是專業的 我第一次看到我們家的沙發被解體的樣子 也還是長這樣 那搬家公司這次主要是文章幫我聯絡的 那大家要注意喔 搬家公司有分很多種 例如說有那種從一開始就幫你弄的 那有另外一種呢 是你可以全部裝箱就要給它搬的 這種的話會比較便宜一點點 因為它比較沒有另外一個全部幫你包得很好 那種很仔細的那樣那麼貴 那因為網路上有很多搬家公司 我就不一一跟大家介紹了 那我們兩次是用的是九州專屬的搬家公司 我們兩次覺得還不錯啦 價錢又便宜 速度又快 然後又還蠻好商量的 然後搬家公司的人也還不錯 最後的話要看清楚 房中一開始跟你簽的契約書 像是你的房子有沒有保火災保險 還是其他還是房東要來看 那些話都要在自己另外去聯絡 像我們家這邊就是有保火災保險 所以我們就有上網登錄我們要解除火災保險 然後他們會寄東西來給我們 我要再填寫再寄回去之類的 這種比較細項的就是每個房子不一樣 大家要自己去問清楚 好那因為真的已經搬過很多次家了 那我自己第一次搬的時候也是 欸覺得很懵懂 好像什麼都不懂 所以就想說 趁這次搬個這麼大的 要從東京搬到熊本 就可以拍影片跟大家講一下 搬家到底要注意什麼 畢竟在台灣搬家好像沒有這麼麻煩嘛 我在台灣也是搬過幾次啊 就是我大學在南部 家裡在北部嘛 所以南部的時候住宿舍 還有住外面都要搬家 就是都沒有要跑那些 護正事務所那麼麻煩的東西 所以一開始在日本的人可能會 欸怎麼有這麼多事情要做 那我沒做好會很恐怖嘛 就希望這個影片可以幫到大家 好那這個影片就這樣子啊 欸不要忘記有問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 因為我怕我自己有想不清楚的地方啦 大家留言問我的話 我知道了我就會回答大家 那大家再見掰掰 文章跟大家說掰掰 大家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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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文章不是會講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啦 好啦大家再見掰掰 又不見 由君と終わらない歌 歌を歌おう 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 今この瞬間が大切だか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